圣僧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人得授词,愿解如来真实意。 百叶经,导海童子,供养佛塔,俱生俱统,而佛在所谓城,城中有一位妇孺多位仙子的大师,娶妻后能以过着美好的生活。 其妻怀孕后有许多不共的瑞相,所居宫殿自然显出佛葬、导散等各种严施,大堤开满鲜花,风香四溢,所睡的床也变得危害,于是找了一位相侍,问究竟是什么原因,相侍告诉施主, 并非遭到违愿,而是因他儿的福德利固显现,听了这话,施主放心的回去了,十月过后,妻子生了一个非常可爱,且端严的男婴,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胎盘,无血污的垢染,非常洁净,巨生有宝珠,英洛,天衣等严施, 仆人们准备给他沐浴时,想脱下他身上的浮湿,可刚脱下来,马上又自然显出一套。 仆人没办法,只好遵其抹盐,合一沐浴,玉碧将他抱上床,床刹那就变为庙宝大床,房顶上显出一个非常庄元的宫殿,宫殿上方有宝状,宝帆,巴达等,宫中有五彩缤纷的鲜花,和芳香铺离的香水, 床前显出一个宝塔,塔里有各种宝藏,取出很多宝藏,也无由减少,非常稀有。 施主内心无比喜悦,给孩子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单身仪式,因他生下来家中宝藏卢海,故取名宝海童子,阿弥陀佛。 哦,宝海童子有八个姨母用牛奶,酸奶,油饼等护理喂养,他如海帘般迅速成长,无论他走到哪里,都由非人为他铺地台,非人添人,撒鲜花,长大后他精通了文学,艺术等八种观察。 父亲为他造了春夏秋冬四个宫殿,宫殿上宝盖撞番自然出现,很多天女也下凡与他一起喜乐。 后来,他对佛法身三宝起了很大的信心,独自思维,世间的人天福报我也享受够了,现在该出家,精进修行。 断除生死轮回了一切痛苦之后,他做了广大布施,使许多穷人得到安乐,在佛陀教法下出家。 出家后,不管到什么地方,还是很多非人为他铺地,为他举宝杖,很多天女也跟着他。 其他出家人都觉得这是搞什么,他自己也是为此苦恼,便去问世尊,这一切该如何对峙,世尊告诉他,你观想这一切都不必要,他自然会消失。 他依教奉行,果然一切都消失了,他觉得很轻松,更加精进修辞,不久断除了三界一切烦恼,正得阿罗汉果位。 做比丘,请 则下来生物,购物,自然血线宫殿,宝塔,鲜花,所到之处,非人天人为他铺地散花, 以和因缘对三宝生起信心,出家得正罗汉果位,为怨为说,愿乐欲闻。 世尊,世尊告诉比丘,这都是他前世发愿力,贤绝人寿,二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本绝,嘉业佛出世,印度,陆远远有一位施主,傅如多文天子,对三宝很具信心。 他特地建了一座金堂,引请嘉业佛及其所有的眷属,供养各种甘美的饮食,请他们沐浴。 还将嘉业佛的头发和指甲造塔供养,他见很多飞鸟在塔上筑巢拉撒,觉得这样很不应理,就在塔上,再修一层楼并以翻盖,保散装饰,使内容阴落等装饰得非常圆满。 后来他发愿,以此善业,愿我生生世世转生富贵自家,相貌端严,聚生有各种宝饰,生下来生无购物,自然显现宫殿,宝塔,鲜花,宝藏任人取自不尽,所到之处非人天人为我铺地撒花,然后对三宝生起信心, 并在释迪佛的教法下出家,获赠罗汉果位,仲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施主就是现在的宝海童子,当时有如此善业及艳丽,故今生他活的世间一切圆满,在我的教法下,出家挣国。 下面请,恩斯开始。 好,我们有所,怎么样,大家看书生,见过没见过,听过没听过,真是,从来也没见过,从来没听过,是吧? 见的事太少了,那为什么这样的事太少了呢? 说,为什么这样的事太少了呢? 为什么这样的事太少了呢? 我自传说,是的,的确,殊胜无比。 大陆锋说,说,因为自己修得不好,那怎么样修才能好呢? 怎么样修才能好呢?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下辈也跟他一样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 有时候反而说,没有发好怨呢,是吗? 是啊,那种这个因,当然不结这个果了。 幻主说,如是回向阴,必得如是回向果。 是的,是的,感恩说,说师父这一项,一地子在遇到恶元,谁不去分行? 这算是说,我们没有中阴,光等果是不可能的。 哎,对了,大家啊,阴果概念是越来越坚定了,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大家看一看啊,好多人呢,说,好多人呢,说,不能要辅报,要了辅报,下辈子光想辅了,就不再想修行了,有这个事吗? 有这个事吗?大家确定一下,有人说啊,不能修辅报,修完辅报,下辈子光想辅去了,就不愿意修行了,有这个事吗? 光想辅去了,就不再愿意修行了,有这个事吗? 哦,感恩说,说师父,能再讲讲吗? 刚才,师父在开示的时候啊,弟子这边听不到 哦,是吗? 那个是随机在讲,我还要看前面的问题啊 那样吧,等你有时间,天天录音,好吗? 呃,柔顺凡人说 他说,有啊,我妈妈常常告诉我 常告诉说我的 哦,你因为这样对吗? 这样说法对不对呢? 柔顺凡人,你因为这样说法对不对呢? 大陆锋说,这样说是不对的 因为不修辅,那就光有罪了 其实情况,呃,是一样的 嗯 品位说不对 换主说,佛是辅至两如准 辅的智慧都要圆满了 呃,就关键有一种说法 说现在不能修辅 现在修辅啊,光想辅去了 就不愿意修行了 啊,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那现在我们总结的说一下 哦,不完卖又不太好用了 嗯 希望你早一点好起来啊 品位说要发愿的 静说,说师父天太冷了 别冻了,太晚了 休息吧 谢谢你 呃,谢谢你这,呃,关心 呃,不过还好 我,呃,这两天呢 呃,还有点不怕冷了 还好了 品位说要发大愿 嗯 无明罗 福也是空啊 啊,能看清就好了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刚刚所学过的 这一个,呃,当时发生在如来 如来身边的这个事 大家从这个事里来看呢 大家都知道了 只要你过去纵过修行的 修行的这个音 呃,你也动过这个福报 这个福报妨碍不了你 呃,一旦这个成熟了 这个果成熟了 呃,不用说福报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事 任何一个物能妨碍得了你 你就要出家 就要修行 就要成道 就要成道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一定呃,讲来啊 透达这些个关系 呃,要说得清 道得明 甚至都能说出来 在哪部经理怎么讲的 呃,在哪部经理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不但自己 可以成就这种坚固不坏的信 呃,这个坚固不坏的信是什么呢 呃,就像我们百业经理常常说的 呃,叫 呃,什么叫金刚 呃,什么信呢 呃,就破除二十种 呃,萨埃斯亚约见那个 呃,叫什么了 呃,大家还记得吗 呃,一金刚般的智慧 什么叫金刚般的智慧 呃,不坏的智慧 那么呢,我们要是对因果达到了这种金刚般不坏的这种智慧 呃,我们就可以破除一切邪见了 好,一教奉行他说 说他还特地建了一个经堂 迎请嘉业佛这些所有箭属 供养各种干美的饮食 他们沐测还讲 嘉业佛的头发 自己要供 啊,造塔供养 呃,是的 就是这样 好,换主再说 说那说明了 那个府的回向 在种阴时发愿 不圆满 不彻底 哎,对了 有些人他过去啊 只向往福德 他不向往解脱 他确实种下了这个福德阴 对那样的人 啊,他确实实实 只愿意去享受福德 不愿意去修行 那只能说他当时种阴 就是这个 种的下来这样的阴 你佛也没有办法 因为佛也不能给 任何一个人的果 佛不可能 呃,无音的 给你创造一个果 所以说呢 呃,这个确实实实 他们种阴的时候 不圆满,不彻底 大陆方说 这样说是绝对的不对 因为佛是福 普至双全 哎,对了 是的 非常准确 没有佛是很难成功的 啊 是 贫困不养道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啊 是啊 尤其是菩萨称人 菩萨称人 出地菩萨 啊 出地菩萨 整个啊 就是专修 布施 专修布施 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成就广大 福德 好 为了啊 将来每一步啊 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有这个福德 好去行 菩萨道啊 所以说 出地菩萨是专修布施的 甚至都要用无量节来专修布施 才能达到湿度圆满 大陆风 大陆风说的非常好 怀骨说 也有可能的 这就要看他的过去的愿意如何了 哎 是的 一定要看他因 哎 一定要看他的因呢 菩萨说 这福德 也是需要 记得 恩师陈就说过 修辉不修辅 相身挂应落 佛是福德 智慧 都圆满 嗯 非常好 换说 因力不争 果昭于取悠 嗯 冷眼睛 冷眼睛上的原话 他说 福慧之良 不具足 正法都不得闻呢 哎 证实证实 确实是这样呢 非常好 看样子 大家啊 那个 见地啊 几乎 都能保持跟佛一致 这一点非常殊胜 也愿大家永远有 拥有这个佛的智慧 这一种佛的智慧啊 面面之间 尽未来际 常现全啊 评委说 对发愿的人 有会发愿的 不管 有辅 没有辅 是的 不管有辅 没有辅 你比如说 像那个小驼贝 比丘 小驼贝 罗汉 小驼贝 罗汉 那也就算太没辅了 最后饿死的 那可能是在罗汉里 最没有辅 的人了 但是他也毕竟成罗汉了 所以说呢 只要有这个愿 没有辅 也能成就 没有辅 但是呢 你没有辅 想利益 任何一个众生 你就悬活了 你就悬活了 谁也利益不了 最后自己都要饿死 就像小驼贝 阿罗汉一样 最后自己都要饿死了 那这场说 说刚才说 修慧 不修福 哦 那是错了 应该是修慧 修福不修慧 向神观音乐 修慧不修福 是罗汉托空博啊 是的 是的 好了 我们再往下来学习一篇 再继续的往下来学习一篇 看看下一篇是什么 大家帮忙打出来 希望大家呢 透达深入的 透达因果规律 掌握住因果规律的人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为自己塑造一条好命了 那刚刚我们写过这一篇因果里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不妨也动个音呢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但是呢 记住啊 解脱才是唯一正道 再一个呢 我建议大家呢 发起大成的精神 愿成佛道 那就最殊胜不过了 二零 恭喜师傅上麦 谢谢 谢谢 刚才这一篇 好像大家都很开心的 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我们喜欢的 请大家上麦 说一说 您听到什么了 感想是什么 咦 没有酒吗 好 去等 我的问题比较多 有哪位先有问题的话 可以先说一下 然后呢 我放到最后 不然的话我放时间赞助了 太不好意思了 那看看哪位 师傅师兄 如果有问题的 能先上麦 有没有啊 有的话先上麦 我后面上 如果没人打酒的话呢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今天所学的这个 我感受到凉点 也 也忏悔忏悔 昨天可能 不是吃多了 还是怎样子 做了一夜梦 今天早上有点分尘 希望我能够 说得清楚 我的问题 就是今天所学的 我感受两点的 就是说 这个发愿了一个 太重要了 就像这一篇的话 他 呃 这一个 宝海同志 就真的很有智慧 他不单发了 成 成就福报的愿 还发了解脱的愿 那他在享受福报 后呢 还同样 能够修行得解脱 呃 这让我感受到一点呢 就是说 有智慧的话 怎么着他都好 有中 能够说 通过发愿 中云这一块 能够把这个 点点滴滴都给 呃 弥补出来 就比如说话的 如果像我现在的 目前那个趋向 我就比如 我喜欢那个福报 有福报的 就感觉很好 那我如果福报 我没有智慧的话 那我福报大的时候 我肯定是 智慧被 没有的话 我肯定会被福报烧死 那如果我现在的话 学到这一篇的话 学到这些因果的时候 我虽然现在的话 呃 还在 摊着福报 但是呢 我用 这个预案的话 我给他限定住 将来即使我有福报 我也同样的 就像文中的那个 宝海同志一样 我有福报 我也能够得解脱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很感恩 那个 闪志士这块 呃 教授这个 呃 因果智慧 能够 把自己所缺的 任何一点 通过 发言中阴的话 为自己的将来 都能够建立起来 就能够看到 未来的曙光 这真的是 很感激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那个宝海同志 他出生了 得到那个 书生的瑞相 但是出家之后 那些瑞相 就比如说天人 非人呢 还是在跟随他 就会让他很苦恼 但是呢 他就 呃 对这件事情的话 呃 就没办法解决 而佛呢 就教他 观想一下 就解决了 他这个苦恼事情 这就让我想到 那个善知识 真的太重要了 就是身边 有善知识的 陪伴的话 就是 遇到自己 想不通了 想不明白的 问题的时候呢 呃 就通过善知识的 一个 呃 很 自在的一个 讲解啊 就能够疏通 这些问题 呃 那自己的 这些问题 就能够得以 圆满的解决 那如果 又是说 没有善知识的话 遇到一点点的 孤孤侃侃侃的话 自己就有可能 会苦恼好久 就无法解决 那无法解决 就会感受到 很多苦 所以呢 我就能够感受到 呃 顾问啊 会长啊 身边的善 善友啊 他们 给予自己的 真的是很多的 安乐 有了善知识的 存在的话 他能够真的 给予众生 太多的安乐 给予 他也是众生 幸福的源泉 所以真的很感恩 顾问的出现 于是很感恩会长 的慈悲陪伴 嗯 我是感觉到 我的所有的 那个幸福的话 所有的安乐 是离不开 善知识的这块 加持 这会给予的 所以我很感激 这个 这两点呢 就是我今天 从这一篇里面 感受到的一点 那我还 就是针对 这两天 那个学习 我还有一些 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个 感受 以及忏悔吧 包括 自己的问题 就是 像这两天 学到的话 就是说 有一些 就是说 对佛 在 翻洗心中 去世 后面呢 他就会 转身 胜处 这块呢 就是说 对佛的翻洗心 就显得很重要 他能够成有 自己后面的 一个安乐 就像地上经 讲的那个 临终的时候 念佛 不测的名号 能够得到 什么样的 殊胜利益 包括 念 本师佛 以及要是佛的 名号的时候呢 他 就转身的话 他就 有了个 修行的本钱 这就让我想到 一个 临终时的一个 是不是能 自己能提起来 这种 对佛的 正念啊 就是说 保持这种 正念 但是从我 自己的 情况来看呢 就比如说 就观察到 那些 要去世的人啊 包括 他心中的 种种牵挂 包括 就像我们 所学的 人死的时候 有多少病毒 病的产生 那个神死 离开身体的时候 他那种种痛苦 我就很难保证 我自己是不是 在那种状态下 还能保持 正念 我就反省 我自己 如果要是说 对于这些 人物的 贪着的话 可能就 可以 训练 我是应该 可以 去除 这一点的 一个担忧 但是呢 就是对身体 感受的 贪着 我这一块就很难 因为什么 就比如说 哪里不舒服的 你就是在 就很 就是感受 身体的种种感受 就很难的 就跨越 这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就在想 如果我是灵命的时候 我身体不舒服 那感受特别的 痛苦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就是说 他 他这一块 能不能就是说 灵命的时候 我能保持 身体 我真的是很 一点 感觉就是说 没有绝对的信心 我能做得到 所以这块 就是我所担忧的 一件事情 这块也需要 会长帮我 再加以补充 这一块的 一个 智慧 希望我能够 做得 在这我还没有 死之前 我就训练 怎么样达到 这种状态 能够在我 人不在的 那种情况之下 我还能够保持 念佛 不胜名号 反正是保持着 真念 能够 转身 能够有一个 好的一个展现 这是 这是一个 有一点问题点 还有那个 就是说 先那个佛 就是诸事的 这几篇里面 包括他们供养 吃橙 供养野花 都能得到 殊胜的果报 那是活摘世的时候 他们展现的 那种现象 那现在活没摘世的话 自己怎么样子 也能够得到 同样的果报 我记得 不知是记得 是五百大院 还是哪一部经上 也讲的 就是说佛像 供养佛像 也同等于供养佛的 那种功德是一样的 但是 我发露 忏悔的一点 那就是说呢 我家里 虽然供养了佛的 佛像 但是呢 我是比较 在佛像前是 放一放 是放当的 就比如随便 吃东西 闲聊啊 随便的 怎样的 反正种种的 放一项的展现 甚至 以前 会长讲课的时候 也讲了 就是说 供养的时候 那些物品 怎么样子 我有时候 我爸供养的 那物品啊 我也是 有时候放了很久 有时候忘了 甚至有时候 发霉 所以只激起了 一个不恭敬 不尊重的状态 在此呢 我也发了忏悔 因为这种 对佛 对佛像 对上知的一个 所有的不恭敬尊重 轻视轻慢的 这种恶业 都能得以清净 实验永恒的 断书 使不在乍 这是我当中 忏悔的一点 还有呢 就是 这几篇里面 还有 就是说 在 包括供养之后啊 包括 他们造作了 一个殊胜的 在佛前 种了殊胜的 善跟佛 微笑 微笑就给他们 受计要将来 得什么样的 圣果 这一点呢 让我感受到的 一点呢 就是 佛不射 善知识 就像自己的 父母一样的 他们看到 自己的小孩啊 就是众生啊 能够得到 哪一点好 他们就很 欢喜 那 如果要是看到 众生一直在 昭夜的话呢 他们就很 忧伤 就比如说 地藏经里面的 佛母 问那个地藏 菩萨 那个 无间地狱的 这种情况之后 佛母 听了之后 就当时就 很忧愁 忧愁的 那个种状态 那我就 想到一点 就是比如 就像我自己 做母亲的话 如果就是 看到孩子 哪里不好的话 我也很忧伤 就是用情的话 呃 现在也知道一点 看到家里 或者看到 身边人 他们发恶事愿 将来受恶报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 哎呀 那将来 他们要要受这种 苦报 也是 真的是 但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 为此而难过 那种状态 那佛母 看到我们这种 的状态的话 那真的是 也是 呃 不是 真的是 让 佛母 在担忧着 我们 那我自己感觉到 我想 自己真的是 太刚强 难发了 就是佛 不是 甚至是 这么样的 如父如母的 这样子 呃 头头就拔 但是呢 自己就是 不听不改的 这种状态 嗯 你看 甚至是 包括顾问 包括现在会长 都一直在辛苦的 陪伴着自己 但是自己就是说 追谋的这种状态 远远比 自己想得好啊 反正是 想做一点 令善知识 翻写啊 这种心 远远是 相差太远了 所以 我觉得 真的是 在这点上 也是感觉到 很忏悔 也很忏悔的 一点 嗯 虽然我 今无来即 都能够 佛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怎么想 怎么做 永远 做令 佛不是善知识 翻写 就是 佛说 贺者的事情 我永远不遭做 因为 如佛不是善知识 那样 慈悲习舍的利益众生 嗯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说的 呃 昨天啊 说的 前天 那有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有个师兄问 那个 他的年龄 虽然大 但是失利很好 问师傅 是什么原因 师傅说的 提到 供登 就可以 失利很好 那我在这一个 在这一块 我的问题就是说 虽然说我每天早晚都插着灯啊 就是在佛像前 嗯 插着灯 但是呢 我就没有发愿 我就想问一下师傅这一块 如果我没有发愿的话 那他相对的这种结果的 是不是呃 呃 就是也会得到一定的 就是说 比如说 供登可以让眼睛亮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福报 呃 这一块呢 哈 我还是稍微有一点 这一块的问题 呃 回头也请会长帮我解惑 另外还有昨天是学到有一点 就是说呃 呃 呃 令我看到学到很扎心的一点的那些 就是 就是那个 嗯 贤惠啊 和那个 这个美女跟那个 智慧他们三个那种事情 就是说是呃 那个智慧看到 贤惠呃 就是用头发 趴在地下 呃 让佛走过去 踩着他头发走过去 当时佛呢 就 确实是踩着头发 把他头发都踩掉了 呃 当时这种现象 那个智慧呢 看到那种现象的时候呢 就觉得 佛这种造作很不应理 还 所以当时就生了晨慧的 恶业 那 我 当时看到这种情况 我马上想到我的自己这一点的 就是说 因为不懂善知识的一种 殊胜的展现 就往往用我反复的思想呢 去想善知识的一切 就比如说 有时候善知识对同修造作的一些种种 我有时候不懂吗 看 看不懂 那我就会想了 善知识怎么会这样想 这么说 我也会帮羌 帮着 好像感觉很义气一样 帮着别人去 说 善知识你怎么 你怎么会这样子说他呢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来说呢 这一块实际上当时一定在起了烦恼 但是我是不知道 我这么造作是一定有着严重的后果 包括在顾问面前 包括在会长面前 我都展现过这种状态 所以在此呢 我也发漏忏悔 我有此而造作的 如这种 由智慧所造作 对因为不了解 佛不是善知识的这种 加持力而推翻打倒 对善知识生种种的 这种称心啊 怀疑啊 怎么怎么这种 烦恼心 愿这种恶意恶行都能得以清净 实验我永远不造 还有在那 在那一点的师父也提到了 就是说 贤惠 他这么去供养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佛是很慈悲的 他那一脚就可能就裁断 他的八万四千烦恼 那供养的意义就很大 所以呢 我就在想呢 就是说 在自己是凡夫态 自己没有智慧的情况之下呢 永远不要去用自己的凡夫思想 去想善知识怎么着做 往往呢 他只会 你自己的这种想 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 极大的危险 就是包括自己也不要用自己的有色眼睛去想任何人 因为自己都是戴着有色眼睛去评判任何人都是很错误的一点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就我自己来说 我是不应该再用我自己的有色眼睛去看待任何人任何事情 就是尽量就是少用自己的妄想心 尽量就是佛怎么教的 善知识怎么教诲的 尽量是以这些为标准的去想 去说 去做 尽量就是说 让自己出于这种善知识的引领的状态之中 去成就自己的点点滴滴 这是我想的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师傅也在讲解过程之中 也多次提到有翻写心面对一切人 这块呢 我就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在我没学佛法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翻写心有什么好翻写的 人佛的就好像找不到有什么好翻写的 虽然也喜欢吃啊 也喜欢吃喝玩乐 但是感觉吃喝玩乐之后又感觉很空 感觉就是说心里还是很空 就感觉他不是很安乐的那种状态 会有逼自己感觉不是很安乐的那种状态 那就是那种翻写心啊 就是还是生不起来 这其一切的话就是 现在学习了之后 这种翻写心还是 基本上不怎么提起来 为啥呢 就是说越学习就会感觉到自己 那种烦恼很重 恶业很深 就是基本上都是处于这种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中 哎呀这个 这个就感觉 还是 就一种永恒也有一种压抑压力 就是自己感觉到怎么这么差呢 怎么自己怎么 反正想了很多吧 可能还是确实是所以想了很多 一想了很多那种 翻写心就会被破坏 包括就是在面对人事物的时候 虽然知道他有些时候逆境之中也 他是一种果报的展现也在消夜 但是在面对的当下的话 就很难把这种翻写心提起来 所以我的问题呢 就是说 那也请师傅再开我智慧 就是怎么样子 把这个翻写心真的要提起来 保持一个翻写的状态 微笑的脸 因为我这一块是做的是最差 基本上没怎么训练 但是这一块的话又确实很重要 因为自己对任何人认为是不翻写的状态 他展现了他马上当下的缘起就不好 那自己当下实际上都是在摆坏着自己的这种好的业果的展现 所以还是要齐请师傅这块再多加以为我引导 好 我说的就是这几点 好 请 我就方脉请师傅为我解惑 好 新生你是咋了多少天的问题呢 好家伙 你上来一睹眼 好 我 我听了有点多 好 不过呢 还好 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你的几个问题哈 首先你当时说呀 说那个 保海这个人呢 他还有福报 然后呢 后面人家也解脱了 是的 因为人家有发愿 才有这个果 这个因果 咱们应该是知道的哈 然后你就发愿了 我也要发愿 说我将来有福报 我也得解脱 是吧 好 我听了半天 我就听到你说 有了福报 我也得解脱 因为咱们说过 开口就是愿哈 所以呢 我 就感慨 为什么只发了这样一个愿 有了福报 也得解脱 不能再进一步说 我有了福报 我也得解脱 我也能够带动众生 得解脱 怎么就不能多一句呢 我想了半天 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再多加一句哈 因为你只是自己得解脱 那不就是阿罗汉的 最终也就是阿罗汉而已 好 还有你的问题 说 你怕你死的时候 痛苦是吧 你怕死的时候痛苦 然后就渴望着 死的时候没痛苦 我理解的 对吧 你是渴望死的时候 不是感受那些痛苦 好的 那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想保证自己死的时候 没痛苦 那也是一种果报 那您什么时候 发过愿说 愿我 每一次临近忠实 身无痛苦 您有发过这些愿吗 以前发过 还是这一声发过 只是怕是没有用的 怕没有用 您都不发这些愿 也没有去练过那些个愿 就是训练观想什么的 那阴和愿都没有 你还想保证 你说 啊我怎么样 我死的时候没痛苦 您能结这个果吗 对啊 那怕有什么用呢 如果怕管用的话 那还说 学什么因果呢 还学什么因缘果呢 所以说 以前都不知道发愿 你这一声就能结果吗 好 这一声又没有发愿 你还想 这一声 假如明天就死 那怎么结果呢 我们也不确定 自己什么时候死 连个种子都没有 还能有果 还有训练也是 你看我们 在《冷言经》里学过 那个圣者 毕灵且婆粗 他就曾经是 被独自扎脚 然后呢 人家就去观想 观想什么 观想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那真正的自己 是如何 去依那个灵知灵觉 去感受这一切的 那么这些 是真实的自性吗 毕灵且婆粗 自身这个身体 是那个自性吗 那独次又是那个自性 然后独次扎到脚上 那些个感受 又是自性能感受到的吗 自性原本没这些个业 他如何会感受这些呢 那为什么我 这个身体会感受这些呢 那这个业 因业缘 业果 就一定会展现这些 但是他观想的是 真实的我是不可能有这些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我 那一段讲的很多 很清楚 那个就是在训练 但是我们大家 一没有中 我每一次灵敏中时 身无痛苦 没有发这些愿 也没有练过 我们练的是什么 就是追感觉 我们每天都在练追感觉 追啊追啊 追了无量无量声 无数无数次 然后那个圆已经 被我们训的超多 您还说我不感受 您都训练那么多次圆呢 您能不感受 现在 音没有 圆没有 有什么时候结果 那怎么办呢 怕 没有用啊 从现在开始 多发愿呢 而且呢 我还发现 你们两位 你们说怕 怕那个痛苦 其实 还是不够怕 我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还是不够怕呢 因为当时看到的时候 怕了一下 过去 过去之后 我们追的最多的 还是吃喝玩乐 还是自己的感觉 所以啊 感觉最重要 追吃喝玩乐 比较重要 你说那个 与死不痛苦 忘了 我早就忘了 所以真怕的时候 他不会忘 就像我们 比如说我怕蛇 我就不会忘 一听到蛇 我就吓得 我赶紧把草拔完 我怎么样 我都不能 那个草丛 那么吃 因为我怕 那个草丛 我一定要拔完 再累 我也得给他搞完 为什么 因为我真怕 但你要是真怕的时候 你也会把那个草丛拔完 那你要是真怕 你也会把那个恶业 烦恼 也搞完了 那你一定把他忏悔 但是真怕吗 那要真怕 怎么会忘 刻骨铭心的怕 他不会忘 所以那个怕 只是短时的 并没有真正的怕 如果真怕了 咱从现在开始 修阴结缘 断掉恶业 好 这是那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人说那个 供灯的时候 势力好 你没有发愿 供灯了 是吧 应该有的呀 因为 这是我们讲过的 只是大家忘了 在那个夜报差别经里面 佛为首家长者说 夜报差别经里面 不就有 你供灯的时候 他 有十种功德 其中不就有 你肉眼不坏的一个功德吗 既然肉眼不坏了 那势力能差吗 可能有啊 甚至还能得天眼 十种功德很殊胜的呀 还有能得智慧光明啊 即便是我们流转世间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不会 嗯 沦落到那无明黑暗当中 所以说 供灯啊 你即便没有发愿 他也有那十种功德 那十种功德 也是够我们享用的了 因为别人轮回的时候 他是无明黑暗 愚痴的 我们要是轮回在世间的时候 还没有解脱的时候 他就能让我们有智慧光明 十种呢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你看看 所以 我们这个灯明 的确是要 宽宽兽兽的去供养下去 你想一想那些个福报 那个功德 还有大福报 哎 你怎么想 你觉得 这个真好 哎 那能不生欢喜心吗 而且那个夜报差别经里面 我们说的 不只是灯明啊 供养的每一种物 它都有 十种功德 这里面呢 因为 它是每一个都排列了十种 那么其他的 都没有吗 应该还有很多个细节 只是 我没有说那么多 就这十种 已经够我们想往了 所以这块啊 你多复习一下就知道 不需要发愿 它也有 如果你发愿 再转换成像华严经那种 无量无边的 进一切时空处的 或者是等真如自性的那种愿的话 成佛的大愿 那就 更殊胜了 对吧 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发了愿 你是为了像佛一样 度重生的大愿 那就看自己了 还有一个问题 说你那个欢喜心不够 你说你对佛呀 佛法呀 三宝啊 欢喜心就是没什么感觉 欢喜心不够 其实我们现在要想兑现第三宝的欢喜心 或者极大欢喜心的话 那也是一种果 你现在没这个果 就证明你以前从来没有中国这个阴霸 没中国这个阴霸 你现在就想结果 不可能 所以你现在总在那里 挑毛病啊 也好 或者是看人家缺点也好 或者是感受不到快乐也好 那都是你以前那些个果 随烦恼造作的果 你没有中过 我将来遇到善之时 遇到三宝啊 我有极大欢喜心 这个从来没中过 好 那么这一生遇到了 你结不了果 你也没有当时发这个愿 你也没去训练 可能你会说 我训练了呀 我试想啊 就像你说我怕死的时候那种痛苦一样 你是想啊 但是你没有大心力渴望了去发这个愿 你也没去训练 那我那你说我遇到三宝了 遇到善之时 我训练什么了呢 你训练感觉了 你没训练 你训练的是感觉 当善之时给你感觉好的时候 啊好开心啊 当善之时那个造作或者是说的话 不符合你感觉的时候 你就觉得啊好难过 我理解不了 他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你遇到善之时的一没发愿 二你在他面前修的语言 就是感觉 你没训弟子下 你也没训其他的 那怎么可能结果 还生欢喜 你怎么能生欢喜 你感觉啊 你还说啊 我学佛法 我也没感觉到欢喜先 是 这个也用因果来解释 就你以前从来没有发过这个愿 我学佛法要欢喜先 再一个呢 你也没有去训练 是吧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此生你遇到这么好的佛法 这么殊胜的佛法 你还是在追感觉 为什么追感觉呢 也就是说 当这个法 他反复来说 怎么样是恶法 怎么样是善法 你虽然知道了 但是你在追感觉 你没有追着这个法意去行 你说我怎么追的 你是你刚才说的啊 你说你就感受去了 你就感觉到自己意很重啊 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呀 感觉到自己很差呀 你每一句话都在说 感觉 所以你即便面对这个殊胜的法 你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 那怎么可能有关系 而且就那个 你说感觉到自己很差呀 感觉到自己压力很重啊 你压力什么 你有什么压力 你是怕善事是看不起你吗 你还是担心什么 担心别人看不起你呢 如果你想高 你就修阴结缘就可以了 为什么有压力呢 那不就是急于要火 又不去修阴吗 那都在追感觉 而且你感受到压力大 很怕别人看不起 或者很怕善事是不理自己 或者哎呀我怎么那么差 一定要高起来才行 那不就是慢心在做惯了 要是没有这个慢烦恼 那怎么可能会压力很大 我就是坦然的修阴结缘 我不再追感觉 所以遇到善知识的时候 我们再修感觉 遇到殊胜佛法的时候 我们还在修感觉 那就再结烦恼的缘 您说 从来不中解脱的因缘 或者是成佛的因缘 还在那里追着 种着修着感觉的缘 他什么时候能结我们 这个欢喜心的果 那不是矛盾了吗 要么追感觉 要么追烦恼 这些个缘 极大的破坏我们的烦恼 这个欢喜心 你还说我现在就没欢喜心 一没中阴 二遇到了 还在追着感觉和烦恼 破坏这个缘 你说怎么结果 不可能的 怎么办呢 发愿了吗 每天发愿了吗 你说我急缺这个欢喜心 那你每天早上一醒来 就发这个欢喜心的愿 然后每天去缺愿 一旦去感觉什么的时候 你就想 我怎么又追感觉 我缺什么 我就中这个 那就可以了 好我不知道你的问题 我回答完了没有 我听到的就是这些 希望我说的话有点重的时候 但是也是事实 你能接受 或者是不生气 不沉吻 要不然的话 我还是怕有点伤害 我们那个小小的 小心脏的 好 好 沉沉上 吴敬感 整个的师傅 点点找到我的 笔端 实际上能说的任何一句话 我听了都很欢喜 为啥呢 就是一直来 我都是 自迷之祸在其中 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这个问题点在哪里 只是觉得这种展现果报的这种现象 怎么还是这样子 现在师傅一一的为我排解开来 我的问题点 的话 我真的是很感恩 也很欢喜的接受 师傅我所说的这一切的 开的一切药 我后面的话也会按照师傅所说的 我去训练去做 因为我真的不想要这种现象是中国 因为我希望将来的话都会有好的一些展现 所以我是要去做的 然后呢 一起请师傅不用担心 就是说 您说什么话 我不计较 或者是会破坏这原本 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现在一定感受到一点的 就是说 包括学能 说的任何一句话 实际上对我们 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最舒适的加持 人只要说就是骂我 我都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 这是真的是在对我好 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的烦恼展现 我会很开心的接受 能对我所有的一个加持 真的是无尽感恩 今天这些问题 也得为我排解开 那我真的是很感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能理解 你听见声音就欢喜 好啊 那也是一种缘 那我们的书胜因缘 我看到大家在发愿 是的 在惭愧 在发愿 这些愿就是我们缺什么 你极力渴望得到什么的时候 就 每天多发愿 多训练 不要让那些个 破坏的东西出来 好的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再学一篇的话 可能会学不完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 谁上麦的话 我们就结束了 还有没有谁想上麦讨论的 没有 我们就结束了 好 好的 那剩下几分钟时间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那我就方便了 感恩各位